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探索周报 每周与您一起聚焦新闻时事 我是吴志盈 本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前往的是 台北市里儿童娱乐中心 这里从1934年落成到现在 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 是台湾最早而且唯一 公办公营的儿童乐园 明镜板就会看到 这个两层楼高的溜滑梯 许多小朋友来到这里 都会不够辛苦实境地往上爬 就为了享受这溜下来的 世界快感 但这里也在机场的航道上 有飞行高度的限制 让园区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 所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 这里的设备撑不上先进 也不算刺激 随着设备越来越老旧 游客逐渐流失 这间老乐园即将要熄灯了 本周我们的主题 同乐再会 要带您一块走进时光隧道 回忆这间陪伴着许多人 童年记忆的儿童乐园 哇 这是谁 海棉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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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卡通人物 让小朋友相当的兴奋 因为这是他们成长记忆里 重要的一部分 但时光倒流到日据时代 海棉宝宝还没有诞生以前 台湾小朋友的最爱可是这里 黑白照片里 仿佛高压电塔吊着几颗圆球 它是太空列车 还有迷你可爱的哺哺车 或者是飞行塔 算是早期最先进的游乐设施 不少长辈都印象深刻 泛黄影像中 顶着大光头的五岁小男孩李德鑫 今年已经78岁 幼稚园和国小常到这里郊游 课外活动 从我们去堆树里面 走到医生的儿童乐园 动物园去郊游 我们爸爸知道 带我们去电路 席才会想起来 还有安清班老师缺先生 以前和同学手牵手远竹 今天他却像一列火车头 引领学生做户外教学 算是比较清明的一些设施 小朋友玩起来也比较安全 然后家长看得比较放心 对对对 然后又进 直到现在儿童娱乐中心 同样称得上 大朋友小朋友的天堂 这里有着两三代人 留下的欢乐足迹 就小时候是跟原山 儿童乐园跟动物园一起的 所以就是会两边 就在对面这样 就会一起玩 那现在自己当妈妈 就带小朋友来玩 谈起儿童乐园 缺耀的心情 还带着纯真记忆 也因为怀旧 靓丽的新人 从小在台北长大 特别选儿童娱乐中心拍婚纱 拍下甜蜜幸福的表情 因为这边有的设施非常多 那这边就是 有比较多的色彩 然后让我们拍起来 会比较丰富这样子 就可以拍出比较欢乐的气氛 害羞啊 人那么多 好耶 来到园区 三次层楼高的超高溜滑梯 先向大家招手 奔不顾身地往下滑 写下开心的童年印象 小朋友哪一个游戏最好玩 浮射飞 浮射飞 以横空快速旋转 有离开地球表面的感觉 担着油轮标碰碰车享受刺激感 笑声尖叫声此起彼落 有着大人小孩都无法抵抗的魅力 待在彩色包厢里缓缓升空 这可是台湾第一座摩天轮 台北市儿童娱乐中心占地约10公顷 每一项游乐设施 从一张两块钱的游乐券 卖到现在一张20元 依旧是价格亲民的国民乐园 当初日本人在原山设立了台北市第一座公园 接着成立动物园 到了1934年 才在旁边附设儿童乐园 仔细看看资料画面 当年乐园改建重新开幕 亚洲最佳童星张小燕担任剪彩 剪彩的小童星可是当今的资深艺人张小燕 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 这座乐园有现在的规模 靠的是民间单位 有摩天轮有这些 这个要归功于什么 它曾经有一段短期间开放给民营 我始终觉得民间的创意 比政府的创意高很多 1986年 动物园离开原山 歌曲《快乐天堂》记录了动物园 迁徙到木炸的过程 后来台北市政府在原山限制成立儿童娱乐中心 保存儿童乐园并规划未来以及卓日世界 特别的是园区里连闽市建筑 或者是传统碑林都看得到 这个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 你知道吗 其实弘扬中华文化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个呢 它其实就是八个字 七级避凶 教化人心 透过这样子的 然后让小朋友从此记住 然后你现在年轻的时候记住 可以记一辈子 八十年后 因为儿童娱乐中心 整块土地属于行水区 原本就不能盖房子 还有史前遗址原山被种的发现 需要就地保存 当时我们发觉了99.9%都是这一类的被种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被种 其一色都是这个 再加上飞航管制的高度限制 无法再发展 台北市政府决定 要把它从原山搬迁到五公里外的市林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接收了旧的儿童乐园之后呢 它里面大大小小的建筑物 大概29栋 我们会利用这个既有的建筑物 透过修建整建的一个手段手法呢 我们来把它转变成为城市博物馆居入 那我们在里面呢 在室内的主展馆有四栋 有城市一馆 城市二馆 坑道展示馆 还有一个生活文化馆 那在户外展区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个考古探坑区 还会有一个湿地的原生址在富裕区 儿童娱乐中心 预递今年底即将熄灯 将以更新颖更多元的儿童心乐园 继续陪伴大家成长 但留在原地的老记忆 依旧没有办法被取代 阿姨我要一张票 好 谢谢 这个呢就是儿童娱乐中心的游乐券 早期这一张票价呢 只要两块钱哦 但现在呢一张票二十块钱 从两块卖到二十块 不过对家长来说 仍然是相当平价的游乐设施 而早期呢 家长们为了要买这一张游乐券 当时排队的队伍可是相当的壮观哦 在我身边呢 是儿育中心非常资深的售票员 尹阿姨 尹阿姨你好 你好 欢迎你们今天来 谢谢 尹阿姨请教您一下 您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就来到这边工作 我是民国61年先来打临时工的 然后就是慢慢做慢慢做 做了然后结婚生子 然后再来正式做正式的 67年做正式的 所以阿姨真的十几岁 就已经在这边服务了 对对对 那阿姨可不可以讲一下 过去的售票亭 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不是 以前的售票亭是圆形的 圆形的 这边一个 大概在这边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那边也一个 有两个售票亭 代表那个时候是人很多 一个是不够的 对对对 一个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 一张票三块钱五块钱 都每天卖 卖了大概都三十几万 三十几万 过去民众要绕着园区买票 就不难想见 当时的吸引力有多大 而园区里最受欢迎的 就属碰碰车了 不过它的规范也最严格 首先身高不够的小朋友 就不能玩了 儿童娱乐中心里面 可以让我们最接近天空的设施 就是它 博天伦 当博天伦升上来的时候 对小朋友来说 就好像是飞上天空的感觉 而对大人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的欣赏一下台北市的风光 云烨可以问一下 你年轻的时候有来这边玩过吗 没有来过了 有过 你小时候吗 是是 那今天是带孙子吗 小时候带儿子 现在带孙子 真的啊 小时候带儿子过来 对对对 所以一家三代都有在这边玩过了 是是是 目前园区里最资深的设备 就是现在我所做的医院马车了 它就像园区里超过半数的员工一样 将他们人生中最精华的岁月奉献在这里 走过八十年 老乐园其实也累积了不少的老员工和老朋友 面对即将要结束营业 不舍说再见 是大家共同的心情 人家左右都可以转动 请不要做人家的后面 好 开始了 一代重复着 从上午八点半讲到下午五点半 碰碰车 一趟游戏时间约两分钟 每天至少叮咛上百次 是细修真的工作内容之一 那你两个真的要画一遍 一遍画一百遍吗 一遍画一百遍吗 一百遍 好 不管追到底 回头看一下 那东西掉在位置上 对工作坚持不马虎 还得常常一人分事多角 因为靠店内运作得留意游客安全 也要随时注意场地有没有保持干燥 分分秒秒都不能松懈 约五年前 歇秀生从医院转到乐园上班 他谦虚地说自己资历很浅 毕竟园区里有超过半数的员工 服务都超过二十年 你啊 买六张 小朋友也要票吗 是的 一百二 票员也很亲切 有个隐小姐 你买太多票他会跟你讲说 你不要买那么多张 对 就还不错 游客口中热心的售票员 就是他 隐明珠 服务资历超过四十年 很多游客只闻其身不见其人 就像个藏镜人 在面积不到两坪的售票亭 贩售游乐券 来 谢谢 大部分都是暑假期间的 人比较多 那如果没有暑假期间 暑假寒假过了 每个月 第二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 游客比较多 哪个月份 哪个时段 人潮最多 都是数十年来 透过小窗户的观察心得 十五岁就进入儿育中心 不仅父亲曾经是动物园警卫 他和大二十岁的丈夫 也在儿育中心相试相恋 已经从小姐升级成阿嬷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都在这里完成 所以你看过至少三代人在这里 有 前几天才一对三代人来 能来 数着游乐圈的手没有停过 以明珠一边向文 说着园区的老故事 也谈起游客的趣事 甚至算准出没时间 10点30分到40分的时候 如果他有事情就10点55分才到 每天他一定报到 一定报到 他先三天前先买一千块 以前是每天买三百块 现在是买一千块用三天 果真神迹妙算 几乎天天报到的老顾客 还真的在11点前现身 就是他 公职退休的谢昭华 今年60岁 你今天比较晚来 今天比较晚 对 对 今天比较晚 天气比较热 所以来得晚一点 而且最近小朋友好多 大概快开学了 小朋友你看 每天到处都是 对啊 除了星期一休元日外 谢先生都会从 新北市的系纸搭车过来 就像个大孩子般 投入各种游乐设施 碰碰车有时候要玩十几趟 才会满足 到处游山玩 我几乎都走遍了 来到这边觉得蛮清楚的 最主要他们态度很清楚 然后又跟儿时的回忆 活在一起 以前我们都来过 印象中小学五年级 第一次进入儿童乐园开始 就在这里念念不忘 要说谢先生同心未敏 倒不如说 他正找回曾经逝去的美好 即便到了头发花白的年纪 但坐上摩天轮 表情看来还是有着 腼腆的感觉 有的时候上来追 像今天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舒服啊 这样子看得天清 因为有的时候是 会有一些雾啊 或者下雨啊 就模模糊糊 但今天看得非常清楚 搭着玩不腻的设施 观看熟悉景致 这座儿童乐园 串起员工和游客的情谊 如今即将要关园 就像妈妈催促游戏中的孩子 该回家了 他们的眼光 会依恋着园区 舍不得离去 为了要维持呢 儿童乐园的运作 除了目前的服务人员之外呢 幕后也有许许多多的 维修人员呢 在默默的付出 来为小朋友的安全来把关 所以每一项的设施呢 在运转之前呢 都要进行健康检查 像现在碰碰车的长距离头 就有一台碰碰车 故障了 所以每天开园前 操作员除了检查设备 还要忙着把每项设施 清洁干净 不放心啊 那带进来啊 你总不能让他的皮包那么脏吧 对不对 一样啊 都要擦啊 每一项的设备 在确定安全之后 就会在操作员的控制下 旋转启动 接下来就一台扣着我们的报道 来看他们的工作点滴 距离开园时间只剩半小时 维修部门技术人员分秒必争 消息确认各项游乐设施的状况 他们早上来都会先行的试开 试运转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好 那个是初步 再接下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机械的 然后就是检查机械的 一些该检查的东西 比方说电子栏门 门栓能不能正常打开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每个环节可不能马虎 因为牵扯到的是每天上千 甚至上万游客的安全 游客带着笑容开怀大笑 放松体验各种游戏 但幕后的维修人员 别人休假他上班 包含大过年也是如此 还得流着汗 弯着腰绷紧神经 聚精会神工作 这边就是靠卫背的记作 忘了他们的存在 头一抬高就撞到 那经常会弄到 都不用这 都很危险的 我当时都避免不了 因为很全意全意 你头润深 会忘了 真的会忘了 忘了说这个很低 就把它撞上去 这边夏天的时候 我们有测过 差不多四十出头 四十一二度 我蛮高的 维修人员郑金良 高中念的是机械科 从小就对机械组装很有兴趣 还曾在民间汽车修护场 任职十多年 不值非常胜任这项工作 娱乐中心里每一项设施 要说难不倒他 倒不如说简直像他的大玩具 听到那些小朋友的声音 你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也是小时候是这个样子 你会觉得说很开心 而且服务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自然而来你就是会有那种 那种赤子赤心那一种心情出来就对了 好小心 小心 其实郑金良原本只是园区内的服务人员 2012年5月 资深维修人员邱万党 因为健康问题 心脏装了支架 不再适合爬上爬下 所以请调为服务员 维修保养的任务才由郑金良接棒 郑金良的老前辈 园区资深员工邱万党 维修工作整整做了18年 哪一项游乐设施最受欢迎 保养最费力 他最清楚 现在以我们游乐场最资深的设备是 目前是音乐马车 再来就是碰碰车 然后再来大概就是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龙船 无设备开会 所有设施如鼠家珍 照顾设施就跟照顾孩子一样 工作这么久 邱万党最兴奋又得意的事 就是台湾第一座摩天轮 是由他亲手架设的 81年进来 这个摩天轮是87年5月17号 安装完整 所以我当初进来的时候 摩天轮还没有安装 就是第一次有这个设备 以前都没有 这个是意大利厂商 好像新开发的一个全世界 它第一台就装在我们台湾 当年最尽量的摩天轮 经过中年累月运转 还有风吹 日晒 雨淋 难免也会有所损伤 差不多96年的时候 端午节那一阵子 那一阵子刚好就是时常躲动 但是都找不出原因 其他都没问题啊 比如说有时一样都是找线啊 或是什么温度感应的 都正常啊 唯一还没有查的就是那个地方 刚好找到原因 对我们把它这样拉看看 因为它有一个堂皇顶住 让它看哦 怎么黑铁啊 卡卡的 后来把它清清 好了 哇 好高兴 轴斗机器的病因 还能妙手回春 这种成就感无价 不过要说这工作没有压力 完全不可能 尤其园区内所有设施 都算古董级 得维护 又得让他们运作顺畅 直到新园区启用 才能无风接轨 夜幕低垂 儿育中心也回归极尽 几个月后管理单位就要转换 秋万党政经良 两位私生技师也会转掉其他部门 但见证过儿育中心 在原山时期的辉煌景象 和同志笑声 这一点一滴的记忆 他们会永留心中 已经有80年历史的儿童娱乐中心 是台湾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时间会带走这里的景物 但带不走对这里的记忆与情感 面对儿育中心即将要结束了 但就不会就此画下终点 因为台北市文化局规划呢 会保留部分这里具有指标性的设施 以及利用这边的土地 将它规划为城市国务馆 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位在台北市的士林 这个地方呢 有一间科教馆 旁边还有天文馆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小朋友最喜欢前来的地方 在儿童娱乐中心 走路历史之后 要接力上阵的 就是位在旁边的儿童新乐园 这里呢 就是儿童新乐园的园区 占地5公顷 其中呢 游乐设施呢 也从过去儿童娱乐中心时期的7项 新增到了13项 其中最具指标性的设施 就是这一架摩天轮呢 它的规模都比过去大了许多 光是距离地面的高度就有52公尺 而且呢 车厢也比过去多有27个 而且注意看哦 每个车厢外面都有一个水果造型 这些都是台湾在地的水果 所以它有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水果摩天轮 尽管儿童新乐园尚未开园 但每项设施都在试运转 由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反复操作 确认最后的安全测试 这些新乐园的设施呢 都比过去来的新颖 这些现代化的游乐设施 要继续带着孩子们转动梦想 大家探索周报 每周与你一起发掘新闻的事实 体现新闻的价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